太太前阵子向道观求的福咒灵验了 那这么说我也得给三爷求一道才是啊 太生老俊 你救命 吴越侯 上车 他待我如此神情 我倘若此时跟他说要分开 他断然不会接受 我得想个一劳永逸的法子才好 为怨御楼心怀恍惚之志 有昆彤徒男之想 科举快开始了 谈婚礼真有报复 便去考虑公民吧 公民你看 让人少春姑娘吗 四爷那么不爱读书 听了他的话便一心考虑公民 可他呢 男人一般花田酒地 既如此 何不让四爷睁眼瞧瞧 看我的眼 刚刚听欢郎报邪 说你高中了 我已经知道了 大银灌的符咒这么厉害 不如哪天我们一道去 求个准寸 如此说来 你认为我的高中 不是因为寒窗孤 而是因为你的符咒 世健我们走吧 我不想让你受委屈 你有心事一定要告诉我 确认是梁波 你若不依靠我 还有谁能让你依靠呢 我有什么好的呀 值得你这样待我 情不知所起 一往而生 下归何人 有何怨情 状告金城孙家 霸占我天地 打死我儿子 甘情情天大老爷 减恶除奸 你要为我做主啊 您别听他们胡说 我有证人 传 你先前跟我提起的那张心愿 究竟是什么 我哪有什么心愿 我是逗你玩的 我不能拿一百个心愿做 奉公选妃 不要涉反面见皇上 亲口交父亲的冤情 臣禀皇上 那孙蓉呢 你将如何交代 我不知道 你都想好了 是 不后悔 绝不后悔 你那个孙蓉子 得断得彻底才行 即使真的要伤害他 你也要想办法 把伤害叫得最低 毕竟爱你这件事 他们也要做错 杀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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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子江头杨柳春 杨花仇杀杜江人 折柳 是离别的意思啊 不会的 你告诉我 他在哪 他已经走了 不再来了 卷秀开始 已经 真是穷途莫度了 躺着不成 莫莫不怪你 莫莫放心 我一定会被选中的 你们有钱吗 凭你貌若天仙 没钱是外外行不通的 不说旁的 就光是画师这一关 你就过不去 我今日在街市上 看见一个人 林少春 你便寻他不见 是因为他上了 选秀的轿子 入宫去了 你是朝廷命官 初入前朝 并没有什么妨碍 兴许能亲眼看看 就是电选的日子啊 是啊 要不是皇上点了 哪个姑娘的名字 那这辈子出不了皇宫了 傻孩子 当然了 我有急事 我先走了 你喝点再走啊 原护部侍郎林远道 私之期间 为奸臣所害 韩冤数十载 今已查明真相 正希之之 起来起来 天下供之祈愿 加授林远道 郑二品户部上书 四十号文贞 林远道林大人 加授郑二品户部上书 四十号文贞 林远道林大人 加授郑二品户部上书 四十号文贞 少春啊 少春 af motor 愿不愿意落血 就看你自己了 皇上 这位秀女 你的脸是怎么了 怎么肿成这样了 父亲 儿子一向尊敬父亲的为人 觉得父亲严正开明 并非恶世媚俗之辈 可今日为何要阻挠 我跟少春的婚事 我知道她是个好姑娘 我阻止你迎娶她 并不是因为她的出身 而是为你的前程着想 不要再说了 你若一意孤行 日后若出现什么闪失 别怪为父没有提醒过你 父亲要做什么 袁晓得你进了门 咱们姐妹一出岂不热闹 如今可倒好 那小蹄子一只脚 都快踏进门里来了 老爷太太固然不同意 可这四爷的脾气 味道不顺着她 天都能被她捅个空了出来 假意时日 老爷太太能耐她何 你倒是说话呀 别人为了你的事着急 你可倒好 全然不与你相干 你要真有气性 就把她给抢过来 何必便宜了那蹄子 抢扭的瓜不甜 玉露是个好男人 她对那林姑娘 可算痴心一片 只是这林姑娘 对她究竟如何 便不好说了 不好说也得有个说法 难不得让她糊弄过去啊 我有个法子 能让她知难而退 不过要姐姐帮我一个忙 将月楼制开几日 怎么说 咱们 咱们